大家好,我是超级 经过了昨天那期影片之后 有很多网友提供我国服与国际服之间的差异 所以今天继续补全之前遗漏的部分吧 第一,小龙与意识者分别在四分钟出来了 这个改动大大影响了游戏里的节奏和玩法 那么我身为打野的玩家也是感到非常的不适应 所以大家对这个改动有什么看法呢? 感觉这个改动对游戏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你们的看法吧 第二,自定义口像 这个功能我发现很多人都有在问 那么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专属于国服的 因为这个头像是连接你的QQ或者是微信的头像 所以你的QQ或微信头像有变动的话 游戏里的头像就会自动变动哦 第三,排位保护机制 目前国服已经用上最新的排位保护机制了 那么在上分的路上真的不太容易掉断了 所以这个保护机制在国服也是众所分云 因此大家觉得这个保护机制又怎么样呢? 我个人觉得这个保护机制还算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讨论哦 第四,战区榜 目前这个功能应该也是属于国服的 那么战区榜和排行榜的概念很类似 只是排行榜的范围定在不同的地区而已 比如我现在就是青海省排行第八的南枪 之后里面有细分为更小地区的战区榜 然后在这里也可以放上自己战区榜的称号 那样大家就知道我是青海省第八的南枪啦 第五,英雄时刻 目前国服已经拥有了这个新功能 这个功能可以自动录制游戏中的精彩画面 可是我试用后发现手机很容易发烫 而且录制的画质也是差强人意 所以第一段的手机还是不要开启这个功能吧 第六,综合频道 这个功能应该也属于国服而已 这个功能可以找任何人一起组排上分 或者找妹子玩游戏也可以哦 第七,信誉系统 这个系统是用来管理玩家的信誉分数 如果玩家在游戏中多次被卷局的话 这个信誉分数就会越来越低 如果你的信誉分数越来越低的话 可能会禁止参加排位赛或者是匹配哦 所以大家记得控制好游戏环境吧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我还有什么遗漏的话 请大家多多见谅吧 还有感谢观众们提醒我遗漏的部分 那么大家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三连吧 还有别忘了看三期影片哦 我是超级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